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時間早上10點半左右 這是我Sideoff之前最後一次 Covid之下後紅痛說話是辛苦一些的 不過是職責所在我都沒有辦法 我就覺得有些人在香港 即有些人是Hater 以往我們對Hater的態度是由得它 這個不健康的 其實我想如果要世界恢復正常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這些這樣的Hater 應該有一個態度去清理Hater 我覺得是重要的 搞Hater 不是現任之後 我想要等到那些人知道就是 你做Hater有什麼代價 當然我也不排除有些Hater 更發瘋的時候 真的去襲擊人 我當然不排除的事情 但是要在這件事發生之前 就要將人情依人情 這個是我的看法 我不會再指名道姓 指哪些人 我的做法就很簡單 但是當你收到Facebook的通知 說你的帳戶 terminate的時候 這件事就完了 我不想再多說 總之就是我見到這些東西 我就會留證這樣 我想你很快會見到你的Patreon 和你的Facebook戶口 terminate 我不是神 但是我知道什麼叫做community standard 基本上 你網上言論是有一定的recognation 我希望王毓民教出來的那些son of the beach 明白的 好 閒話有題 美國國務院 剛剛發向全球的American citizen 發出第三級別的警告 其實就是第三級別的equipment 你看看顏色就知道 它還未遇到LV4紅色那隻 但是就針對香港、中國和澳門 那個LV3系統是同一個顏色 它要求美國公民保持警告 對外面的情況 然後你要上網登記 你好像以前我們拿著英國胡椒那樣 就是OK的系統 我們每一次出去都要報你自己的血氣片 等那個使館 any time you know you where are you 如果你有什麼事 你留意最新的情況是隨時 以及你要小心你的行程 它不會叫你stop行程的 但是它還未到香港那些 就是避免不必要的行程 還未到這個地步 但是它都會叫你小心一點 為什麼會去到Global Worldwide Caution 為什麼會去到這麼大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警號 就是世界不多太平 美國國會做這些警告的 當然美國人是特別惹火的 美國代表美國利益的建築物都特別惹火的 就是你如果有一些很American icon的建築物 我就會建議你禁牌 你走的時候 我不是叫你不要去 就是什麼時候 你要去的時候 你全世界都是 你留意附近的那些固然證明 這個是你最基本的警告 當然有些國家政府 也會做多一點點事情 比如德國的Bunders Policies 現在有很多HPF 都不准戴槍的 因為你知道德國有槍牌的 德國可以 你可以因為手捏那些為你戴槍牌 現在就是如果你有戴槍 麻煩你去那個車站和車 不要在HPF那車 就是如果你有槍牌 通常就是這樣 通常就是你轉去搭S班 跟著就在某個S班站和車就可以 為什麼這麼奇怪 因為S班站卡有很多 S班站和電車站相差不遠 那些功能 除非一些很大的 S班站很大的 如果現在就好像 Berlin North Bahnhof 那些 除非是去到那些 即是那些本來是大站 因為歷史機又變了S班站 除非是那些 或者是 就是Anne Harter Anne Harter Bahn Station Bahnhof 那些 那些就會是 它那個隔離是大站 但其實它是S班的 但是有些S班站 一般他們的Dusseldorf 那些 就是我不計 Hovecalfund Terminal 大部分 很厉害的 真的很簡單 甚至一些較大的S班站 很簡單 那個就容易保養 因為它很簡單 只是有最基本的上蓋 他反而沒有什麼可以藏在地方 他反而容易遇到人 是這樣想的 當然有些國家政府是做很多的 的security caution 第一問題就是 他看到他全球 如果有些很American icon的東西 那你自己小心一點 那時候你要留意 有些地方看到有加強保安警戒 你就知道有一定的理由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其中一件事就是 中東局勢你不知道要開哪一晚 其實比利時布塞爾那個襲擊事件 就是針對瑞典球迷的襲擊事件 你不知道全球各地那些人 就是有什麼政策或什麼 你不知道他發什麼電話 你不知道的 這是第一 這是表面的由 這個是肯定的 即是你中東局勢這樣說 即是你去英國也好 你去歐洲也好 你一定是有些自我激進化 自我激進化這些做一些很佛的 你怎麼知道的 你不會知道的 你永遠都不會知道的 即是你這些自我激進化的人 這個世代最多就是 大家以為自己在正義那邊做瘋子的 這個混蛋 很多這些人的 即是信回教的人 有信王毓民的人 有信王毓民的人 是不是 你很多這些人 那些教主及人物 就是怎樣 說一下的 就是怎樣 你下面那些人真的信了 你真的做一些慈善的事情 這些都很奇怪 這些事情 很正常的 就是你現在中東局勢 你就是不知道你開哪裏 即是會不會有這些這樣的 即是自我激進化之後的 這些個別事件襲擊 你不知道的 所以美國政府一定要 怎麼說 要warn你 warning你 即是anywhere something will happen you never know 你只能夠盡可能提供警覺 你出街的時候盡可能提供警覺 我不是叫你不要出街 你也是要出街的 你仍要正常生活 但是你一定要好提供警覺 還有你要給你那個國家的事館 所在的事館 知道你要在哪裏 等於有什麼事 那時候 國家事館第一時間 你說 Give you some support 尤其是譬如你去到第二個國家 我就會建議你 都是願意買醫療保險的 但是你要留意你的醫療保險 你有沒有特定 有沒有包不包 一旦遇上恐怖襲擊 戰爭行為 究竟你包不包 你真的要問 你真的要問 因為那些醫藥費 當然可能是當地政府 會負擔醫藥費 但是你始終要問清楚 這個就很重要 因為你現在中東這樣搞法 隨時有些人發瘋氣 自己自己研究的 都不奇怪 這個 實際上北歐都是這樣的 中東小北歐都是這樣的 有中東有這些 你覺得自我自動提升 這個是一個很表面的因素 這個是最簡單的 但是我想的一個問題 大家都有一個懸念 就是習近平 當然你在歐國 或者在英國 或者在加拿大 你應該小心 那些突然間 不知道哪裏有多次才好 這個是 但是如果你在台灣 在日本 你要precaution 的不是 你不是這些恐怖分子 因為你不會全球 warning 全球 warning 是沒有意思的 我只是說 European member state 或者是 North America 但是為什麼是全球 caution 是因為戰爭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爆發 你高加索亞美亞 對阿塞拜疆 一個火頭 伊朗本身是恐怖 因為印度和巴基斯坦 會不會開篇 你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加拿大和印度的關係 已經很緊張 但是加拿大和印度的關係很緊張 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加拿大收了這麼多西克教徒 印度現在的政府 現在的政府 是民粹政府 不是國大黨 國大黨還會說到的 現在這幫人民黨 不是說到的 沒有意思 搞不定 那些是普遍的 問題是亞洲地區 你不知道 習近平會不會開片 你不知道 如果他突然開了片 所以為什麼 他是全球 不得知 他要求你 登記你是哪 為什麼 就是這個原因 如果你全球開片 你突然在藍行 在藍行首都首爾 但是突然北韓公過 那時候 你怎麼搞 你突然間 你突然進了交戰區 你突然間都會窩鬆 藍行是很有機會 突然間變窩鬆 所以 南韓轉機 例如你去英國 你在南韓轉機 你真的差不多 你真的怎樣 你最多 在當地 24個小時 48個小時 已經頂了 你這麼正一 這些 你不知道他會開哪 你不知道 你甚至是日本 你日本說 安全 你第一 你不知道北韓會開哪 第二 你不知道中國會開哪 中國無故 跟日本開了 很多戰 你不太知道 他打台灣的時候 一定跟日本開戰 一定是 你太多 這些北韓的人 所以南海 那些沿岸國家 你南海 一南海 新戰時 你怎麼知道 你 你永遠不知道 什麼會發生 所以美國要求你 登記 你的那個 位置 因為 有什麼事起的 就是 當年 如果貿易戰 仍然會有 你真的 要拿貿易戰 自己 然後 回到美國 再回到美國 就能夠 但是 如果 有些情況 貿易戰 完全不可行的時候 他就要派撤橋飛機 那他越早知道 你在哪 他越能夠 預料發生什麼事 但是 你不 知道 需要不需要撤橋飛機 正常 美國政府的做法就是 我之前好知 我知道 只要商業飛機 commercial flight 仍然可行 他仍然叫你 錯了 第二 通常 撤橋 帶你去最近的地方 最多是這樣 不會帶你去遠的地方 但是 就算是這麼多 你都不知道 開哪裏的 你不知道的 你這樣一下 我就算 你可能突然間沒有了 commercial flight 就好像 Eat Israel 為什麼會有撤橋 Eat Israel 會有撤橋的 exercise 就是 所有 inborn flight 就是當地人 他要走的 當然 歐邦 flight 在以色列航空的時間 那你怎樣 那你怎樣 這個問題是這裡 不是 歐邦 flight 它的歐邦 flight 是本身有風險的 因為你知道 以色列航空的那些飛機 大哥 你本身就是 你本身就是 那些聖戰分子那些 集結罪常人 大哥你怎麼搞 所以為什麼西方國家 會安排撤橋飛機 即是連 甚至台灣都安排撤橋飛機 走 去以色列 沒事的 因為 你那些外國撤橋飛機 你仍然相對安全的民航機 哇 你叫那些國民坐以色的飛機走 嘍 神經病 是不是 但是 為什麼 吃驚風沙吃不完 這個不行 這個 所以就說 你撤橋走 為什麼你要撤橋走 為什麼 你現在不知道 What is the world in heaven next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它開免飯 那日本 如果突然間 開戰 那些民航機 不敢飛來日本 那你都要撤橋飛機 大豪 你撤對夏威夷好不好 你撤對夏威夷 你都要安排人 一樣 這個 美國就做 如果在日本來講 美國更複雜一些 因為它整個美軍機 就放在那裡 它有這麼多家眷 那些家人 怎樣撤來 那些 那些很多口氣 日本那個 在某個程度上 如果真的日本 捐入戰士的話 都是記者噩夢 因為美國在日本的人 單字 不是那麼簡單 還有一些 日裔美國人的後代 有些選擇回日本住 什麼都有 什麼人都有 沒有那麼簡單 但是有一件事 我覺得英國政府應該做的 其實真的要跟BMP說 應該重開個OK 至少在香港 台灣 日本 南韓 這幾個地方的 英國國民 我不計算BNO 還是BC 我還是不慶國 其他種類的英國護照 都應該 要有個OK的系統去 知道它有多少人的系統 有什麼事起的 可以撤來 要怎樣撤來 要怎樣跟美國協作 那些 你要支持它 因為你知道 美國發言這個問題 是包含一樣 就是 萬一在台海發生戰爭 那四點 你不知道 習近平 普京對著塔斯車說 我們有些事情 可以撤 我跟習近平 你不知道要撤些什麼 那些針 真的變成大東亞會議 你說2.0的時候 你撤街 你不敢敢搏的 你一定要謹慎 所以 現在的情況 是 盡可能 如果英國人可以開 可以的 至少就是怎樣 我全部BNO 我都要登記 至少我掌握到 3、4萬BNO 至少就是怎樣 你說派一條飛機撤走 香港人我覺得未必可以 但是至少 譬如協調commercial flight 你真的要打回香港 那時候究竟 要救多少平民百姓 至少有它 至少真的有它 或者譬如你去到日本銀行 可能你已經走了去日本銀行 但是至少就是 如果有什麼 冰方馬月的時候 英國知道你在哪裏 就是真的 冰方馬月的時候 英國知道你在哪裏 在英國可以 但是怎樣 在韓國也好 在日本也好 就算有事 他要帶你走也好 也好 或者台灣也好 至少要帶你走 那時候也好 也好 因為很重要 所以你說OK 要重開的 其實 所以你說當年David Cameron 就是為了剩下預算 剩下預算 就是剩下預算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最厲害的 我沒有決定的 這個人是很好的 你怎麼說都好 你始終是比較容易處理的 你沒有了OK 你臨時臨急 就像現在是一星期間 臨時臨急 才有一個臨時的特別的OK的系統 那種網頁給他們登記 但是那些冰方馬圈那時候 但是 你哪有這麼容易啊 冰方馬圈那時候 冰方馬圈那時候 你肯定上網 你肯定 你肯定 我不會這麼看 就是這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都重要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全球有警告 其實某程度上是 一個美國 就是 英國什麼時候重開的OK 我覺得都是要催的 就是你跟NP說回來 這個都不只是為了BNO As British citizens 都是重要的 就是在外面遇到這些瘋狂的事情 但是都不分國籍 都不分俗裔 但是如果你拿著其他國家護照的那些 像澳洲 尿斯林那些 當然我就會努力的 你可以早點回去 早點回去 但是 另一方面就是 如果 因為 以我所知 澳洲和尿斯林都有類似系統 尤其是 紐西蘭有那個海外投票 你應該把你的最新地址 定期 跟你的政府更新的 加拿大也是 加拿大那些 你全部要更新的 總之你保證 有什麼東瓜豆腐頭雲修行 已經事故找到你 這件事很重要 我不管你是在香港還是whatever whatever 總之就是你 譬如你去日本旅行 你就要通知 你去南韓旅行就要通知 你去日本旅行就要通知 你去日本旅行就要通知 總之就是確保 就是一旦有事 你是領事公安到你 in case 需要撤橋的時候 他真的撤到橋來的話 你不會miss了這個chance 這個很重要 這個 全世界越來越不太平洋 就是瘋線的人越來越多 就好像你中共就以為自己很欣慰 然後肯定四處搞事 不用說 甚至俄國也是 當然你俄國人 你都沒有想過以色列人這麼勇 上來RT做訪問 然後就開口進來 就說 我們會換了烏克蘭 打一齊你俄斯 十倍奉還你 你幫人幫哈馬斯 那麽英雄的 就是要用這種 直判紮直樹的態度 因爲你沒有這種本責直樹的態度 你加上pisman pause 那你養大群恐怖分子都不簡單 我覺得這個世界真的太平洋太內 太多人 自己養肥了恐怖分子 自己不禁止 這個是一個動盪年代 一個混亂的年代 我對你的中心就是 Please fasten your seatbelt 不要說那麽多廢話 你不 fasten your seatbelt 我想你會有點麻煩 好了 這一集我講到這裡了 下一集就 香港時間 今晚再見 我講到這裡了 我講到這裡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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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